孟扶瑶却懒懒地挥手拒绝,嘀嘀道 我脚不中,别给人听见 云痕眉头促起,沉思着,齐王在此,四面都有侍卫把守,等下要怎么出去 孟扶瑶翻了个身,背对着静视 静视内,男子平静地注视着齐寻翼 他目光凝合雍容,却又深邃无垠,明明一言未发 然而那般光彩博大的眼神笼罩下来 齐寻翼突然觉得心神摇曳,恍惚间竟有低头失礼的冲动 身后的亲信低咳了一声,他才恍然自己差点做了不合身份的事 对方不过是无极国的一个联络人,何能当自己的理 一边心中疑惑刚才那齐翼感受,一边伸手让课 还没坐定,齐寻翼便急不可耐,直入主题 刚才失败了,他已经离开了 哦,对方一挑眉 那王爷如何还坐在这里 啊,齐寻翼正了正 宫外,我已不知好,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要在父皇身边 不知好,对方微笑,笑意却怎么看来都有几番讽刺 这世间是如流水奔泻,瞬息万变,没有什么事是一定不变的 你给我的玄机图,他亲手接了 齐寻翼皱眉,五娘虽然没有动成手,但那图上的毒已经入了他的手 他话未说完,恶然停住,因为对方已经站了起来 轻轻俯身,男子微笑,看向齐寻翼 说出来的话,却一点也不柔和 两个选择 一是我走,你留在这里,等你十拿九稳的成功 然后,也许我看着一番交情分上,帮你收尸 二是你和我现在就走 直奔宫门,追回齐远京 我们替他收拾 齐寻翼看着他眼睛 那一双极其光辉灿烂的眼眸 拥有极度的雍容和高华 以及万事底定在心的深沉 令看尽那双眼眸的人不敢对那眼神包含的内容有丝毫怀疑 咬咬牙,齐寻翼豁然起身 道 走 两人匆匆出门 那男子落后一步 忽然按了按胸口 斜身对左偏煞看了一眼 身侧齐寻翼一边上马一边勉强笑吻 为请教先生贵姓 免贵姓袁 男子淡淡打 他单手挽将 突然回身看了看重兵把守的偏殿 道 殿下 你这些亲信卫士不妨都带走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终不免一战 身边护卫您的人越多越好 好 齐寻翼立即传令 将守卫在偏堂附近的侍卫集结成队 跟随离开 宫中御林军都是烟烈属下 此时全数掌握在我的手中 太子就算前去信宫 也是寸步难行 我已经下令信宫外的御林军 看见太子一律射杀 是吗 男子微笑 手一抬 一只宇哥哀鸣着栽下 一头撞在了他掌心 男子手指一弹 宇哥被弹飞 掌心里却留下一卷小小的直卷 齐寻翼脸色一变 随即输一口气 男男道 先生真是好功夫 幸亏你把这传信的鸽子打了下来 齐王以为这信鸽就一只吗 男子笑意里带着淡淡机窍 我和您打赌 就在刚才 太子出水亭那一刻 这宫中四面八方 最起码飞出几十只信鸽 光凭我是打不完的 啊 我让您稍等半月 先将宫中各方势力所属理清 寻机撤换清洗之后再动手 为刺杀失败 做第二手准备 您为什么不听我的建议 男子挑齐寻翼一眼 眼底略过淡淡鄙比试 成大使者 怎可急躁如此 你懂什么 齐寻翼被他一再逼迫 眼中闪过一丝羞脑 他自认为李贤下士一再相让 这人却一点面子都不给 实在太不知上下 忍了又忍 终于没忍住 王侯尊贵 娇金之气 终于爆发 你一介不应谋事 顶多做些英威把戏 懂什么时事大局 父皇重病在身 太医私下告诉我 他很难熬过这个寿臣 他如果驾崩 皇位就是太子的 半个月 再等半个月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男子漠然 他被齐寻翼呵斥了一顿 眼底并无怒意 反渐渐生出淡淡怜悯 他于马上浅浅躬身 微笑 那么 如您所愿 有时三刻 皇太子带着东宫侍卫 千人队 根本没有奔向起火的信公 直接持向宫门 在离宫门不远处的正义殿附近 他被头包成粽子的云池拦住 云池将皇太子带入 前安宫偏殿下的分支密道 直接将皇太子送出了宫 那个没有标注的前安宫偏殿下的密道 本就是唯一一条通往宫外的路 屏风一开一半 是到达偏殿之内 一开全部 就出现另一条密道直通宫外 孟富瑶如果知道这事 只怕要后悔的 恨不得把那肇事的黄铜湖给砍了 云池白想等他们挟持逼迫 再顺理成章的告诉他们这个秘密 结果他下手太狠 生生砸昏了人家 导致明明有密道 却因疏忽擦身而过 与此同时 宫中各处都飞起信鸽 当然 那些信鸽飞出宫城的刹那 被埋伏在那里的一批黑衣人 齐齐射杀 此时 被堵在城门外的方明河 正带着大军在城门口处 焦躁不安 正犹豫间 忽见一道奇花火箭 带着羞羞的长音 冲天而起 在苍穹展开七色绚烂的烟花 齐王得手了 方明河大喜 手一挥 攻 城楼上 白衣如雪 纯色如阴的男子转身 看着火光冲天的攻城西北 又看了看城下不顾一切 开始用雷幕撞门的方明河军队 微微一探 今夜局势 处处 出人意料啊 少主 宗月回首 看着属下请示的眼神 半赏突然笑了笑 咱们就是来搅浑水的 如今这水已经不需要我再搅 我们可以收手了 他飘升而下 身后最后一根雷幕终于撞翻城门 厚重的城门缓缓开启 守在门口的士兵最终只看见了一个飘然而去 不染尘埃的背影 前安宫内 左偏煞内 云恒探头张了张 道 外面的那些侍卫居然全撤走了 我们正好可以离开 我要去追太子 他应该直奔宫门出宫召集在京的敬卫军 我留在宫里 装个宫女混过去 孟富瑶瘫在地上 不想动弹 不成 云恒拉他起来 齐王多疑 方明和残暴 万一他们得手 一定会对宫中进行大清洗 你失了真气 留着太危险 还是追上太子 宫中还有一批忠于太子的侍卫力量 跟着他还安全些 哦 孟富瑶懒洋洋爬起来 看着他微有些疲惫的神色 云恒想了想 扯下一节腰带 嘻嘻绑上孟富瑶手腕 另一头拴在自己手上 你做什么 孟富瑶愕然 你不怕活动起来不方便 拉住我 让我保护你 云恒答得严谨一该 孟富瑶笑笑 半晌后 他无耻地道 那万一 你要是死了 我就不得被你拉着一起死 云恒漠然 孟富瑶一刀斩断腰带 吸一口气 笑道 那么冲吧 夜 有时 三刻许 烟烈在第一重宫门前 站个不休 他也看见了宫内的火起 却一步也不敢离开 万一 皇太子要出宫 他必须要在场拦截 黑暗中 有马蹄声迟来 烟烈 眼眸一缩 手一招 玉林军 剑上弦 刀出鞘 严阵以待 来人的身影 渐渐在黑暗中浮出轮廓 却是带着侍卫的齐王寻衣 烟烈松了口气 挥手示意 侍卫开门 齐王紧抓缰绳 目光闪动 看似平静 手指却勒得发白 胯下马也在烦躁地打着响鼻 倒是他身边的男子 贤淡从容 姿态风流 令烟烈也不禁多看了两眼 第一重宫门 缓缓开启 远处的淡红灯光 也被扇面般拉开 映得地面一片血色如雪 咻 不知从哪里射来一枚暗箭 无声无息 穿透黑暗 一下就射断了齐巡翼坐下骏马的扣环 骏马受惊 长思人力而起 齐巡翼猝不及防 向后变腮 他竭力要稳住身体 冷不防一抹黑影顶风射来 快得像黑暗中原本就有的一束光 横尖一撞 将他撞下马 正想将他拎起 齐巡翼身侧 袁昭许突然手一抬 滚落的齐巡翼便被拉到了一边 避免了被挟持的命运 黑影回首 火把硬照下眉目幽深 正是云痕 一招未得手 云痕怒哼一声 翻身上马 单手一掷 另一条纤细影子 随着这大力一掷 翻飞而起 直撞向齐巡翼身侧男子 那后起的黑影 身形窈窕有致 翻飞间 头巾散开 一头乌黑的长发 飘洒在淡红的远灯之中 宛如神魔之界 横空出世的神女 她身在半空 手指一伸 掌尖 一柄匕首 寒光溢溢 直取 马上人双眼 下马 女子的低贺 响在空气中 肃杀而三冷 马上人 却突然一抬眼 笑了 空中 马上 双目 对视 她的眼眸 清亮如九天之上 未被云遮雾罩的月色 她的眼眸 深沉 如八荒之间 纵横奔流 翻卷不休的江阳 那月色照上江阳 照上原本平静 此刻无声翻涌的波心 四海八荒 都似有长歌唱起 于心上 撞击出 无限回响的 隆隆之音 此刻 刀光将至 她突然起唇 一刹那间 唇动 无声 扶摇